国内大案别遗忘 疯狂背后有凄凉 江湖立白来七里 群魔大典不寻找 了解人性 回归理性 控制本性 增加积极 消失的夫妻 这个案子基本上大家都看过 也基本上都特别的生气 而事实并非真的如此 你我都有可能被人给设计了 先说一说官方的报道 中央12号做的节目 名字叫血色青春 核心路线是破案占了一半 然后那四个小子 他们的经历占了另一半 血色的青春 主要是体现他们四个年轻人的 青春不归路 用于警示后人 也是提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后来安徽卫视 也把这个案子做了一个节目 名字叫消失的夫妻 内容绝大部分是侦破的过程 反思的部分很少 那么这两个节目比较来说 一个是偏教育 另一个是偏故事 其实吧 都没那么气人 很一般 然而随后 网上先是出现了这个案子的一个贴子 引起大家注意的 是作案的一个细节 这女受害人 她的事件结果非常惨 让人看了之后 瞬间就能感觉到 这几个家伙他们在轮间的过程中 非常的暴虐 也因为这个女的号称她是一个大名女 所以就让很多网民愤怒的不行 网上的那些内容准不准 这没法说 你看随便搞一个网民 然后写不写不一发 那胡编乱造的多了去了 然后紧跟着吧 又出现一个更详细的文章 用一个预审的警察 他的立场结合了作案人的笔录 整理之后发上来了 那细节非常的充分 你就连我看了之后 我都觉得挺真实 我就研究这东西 我就感觉不像是假的 那么普通的网民看了之后 我更会觉得 这就是不易公开的真相啊 但可是假的 我这么说啊 当然是有理由 虽然这文章里面的内容 肯定不是笔录的原文 是加工过的 这个呢我是可以接受 你看毕竟训问的时候 那帮人的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的 你不整理的话是没法看 关键就是这个文章里面有硬伤 被我给发现了 你看里面啊 他就说张学军他交代嘛 他们打倒了那个男主人之后 从他的身上搜出了银行卡 用了密码之后呢 用这个手机进行核对 是错的 然后又狠狠的揍了他一顿 才得到了真的密码 实施完这个轮件之后 他们就商量应该杀死这两个人 打算呢凌晨三点动手 接着这张学军 他就问那个张峰 说现在几点了 张峰就回答说 12点多了 然后呢这张学军他让张峰和王机营 他们两个人去银行取钱 12点多对吧 可是我们啊就看警方提供的银行监控录像 这张峰他在拿到钱的时候是21点33分 那么有人就会说说没准是这个张学军他记错了吧 那怎么可能记错呀 况且啊所谓的笔录里面还说他们取钱回来之后折腾了一会儿嘛 已经是后半夜1点多了 你两次都记错了 另外啊官方的那两个节目里面啊有这几个小子他们的亲口交代 他们杀人呢是临时决定的 但是在这个假笔录里面啊却给写成了提前就商量好的 非常的详尽呢是大篇幅的描述 这块呢又是硬伤 其实这就是这个写文章这个人呢 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编的 只是没编缘而已 再说了预审的警察是不可能出来发这种东西的啊 搞不好呢就担责任 要不是说很多人总问我这个案子啊 我真是就懒得去分析那些不靠谱的文章 他们随口一遍 然后我就去一点点推理去啊 我陪你玩呢 好了啊 这个事情咱们已经说完了 然后下面啊 咱们就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靠谱的案情 最后呢 再把这几个重要的节点啊 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 案子是发生在2013年5月15号 地点是山东省临沂市的沸县 作案的四个人 老大叫张学军 当年26岁 曾因为这个抢劫罪啊 被判刑8年 2011年获得了假释出狱 老二叫王吉营 当年22岁 之前也是因为抢劫 被判三缓三 老三叫傅刚 当年25岁 他是没有前科的 他是一个大胖子啊 体重最少是170以上吧 就是有力气无脑的选手 案子的突破口啊 就是从他这块打开的 最后一个叫张峰 这是一个化名 因为他是一个未成年人嘛 当年才17岁啊 这个案子的起因其实是他调起来的 他们四个都是山东省新泰市农村的家里面条件很差 尤其是那个胖子 所以这几个人就经常的组合在一起就连头在抢 根据最终破案之后交代嘛 他们一共是做了上百起案了 绝大多数啊都是偷盗 在这个515案之前啊 他们四个人呢就去过受害人的家里面 就偷过一次 他们是撬那个窗户进去了 之所以选择这家人啊 是因为那房子修的比较漂亮 很气派 位置呢还比较特殊 就是这种很独立的位置吧 然后这个家啊 这个人家他们周围的邻居不太多 那么受害人什么情况啊 是一对小两口 26岁和24岁啊 他们俩刚结婚半年姓名不祥 在这个电视台的节目里面啊 给人都是画名啊 说叫孙刚和李红 还有叫小剑和小青 另外啊那照片也打了马 关键的信息就两个 第一是这女的很漂亮 第二呢是这男的体格子比较好 张学军他们四个人 第一次来偷的时候 就没偷着什么钱 但是啊 他们在房间里面 就看到了这对夫妻的结婚照 那结婚照是满屋都是啊 里屋有外屋有 地上墙上哪块挂都有 看到了这些照片 他们呢都是不约而同的 被这个女人的相貌吸引 哎呀 太漂亮了 这简直都不行了 漂亮的啊 可是再漂亮呢 你也得走人哪 你本来就是过来偷的 是不是啊 离开之后没几天 年纪最小那个张峰 他就跟张学军说 跟老大就说啊 说我想买个苹果手机 啊咱们抢一把啊 这偷的话来钱太慢了 也不知道iPhone4还iPhone5啊 反正那时候都得好几千块钱嘛 张学军吧他也同意 随后那个王金颖也跟他提提出这个想法 说没钱花了想抢一把 你看既然老二和老四都想抢 那就喊上三胖子啊 这个胖子傅刚啊 他一直就是听大哥的 大哥说啥就是啥啊 你别看他那个又胖又壮 还听这个听这个瘦子的 立马就答应了 很快他们就定下来 说还去之前费献那样 名单上啊有个理由啊 就他们家是新结婚的嘛 家里面虽然说没有钱 但他们手上肯定有钱 咱们呢也别偷了 直接进屋就可以抢 还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 他们呢都隐隐约约的 有那么点别的想法 傅刚啊他后来在屋里面啊 就是他们等的时候 他的说法就是呢 他就说 我宁可不抢了 我要看一看这个女的到底有多漂亮 5月15号下午 他们四个就坐车了 到了这家附近嘛 然后在远处一看 就发现屋里面是有人的 于是啊 他们就在远处啊 就待着就等机会 啊 在那待着的时候呢 一边抽烟啊 一边就商量说 待会咱们怎么办 你看屋里有人呢 原来打算说家里没人呢 有人怎么办 是不是 最终结论就是呢 说咱们晚一点再过去 等这屋里面的人出来 然后咱们进屋啊 提前埋伏 那么假如屋里的人一直不出来呢 嗯 虽然吧 他们没有交代 但是很明显 要撤呗 你还能咋 是不是 结果啊 大约6点钟左右 这夫妻二人就出来了 然后锁了门走人 然后呢 他们四个就过来准备这个跳墙 进入堂家的院里面 结果这么刚一爬上墙头 啊 那个胖子傅刚 他就发现 院子里面装了两个摄像头 两个位置啊 这么一掐 可以把整个院子啊 无死角的全都给你录下来 那么很明显啊 这就是这家人之前发现进了贼了 人家加强了防范 按理说呀 一般的贼 你要碰到有摄像头那就特别是吧 但是呢 他们没在乎 还是那副杠啊 你说 他那么胖竟然就爬上了房顶了一点都不笨啊 挺灵活的 爬到了房顶上 那几个瘦子都没出手 他出手的 他从房顶上把那两个摄像头那电源线给你卡 剪断了 接着他们又跳墙呗 跳墙 然后进了院子嘛 然后就发现啊 之前他们撬开的那个防护栏并没有补偿 于是呢 就从这个原路啊 轻松的进了屋里面 进去之后 首先要做的 就是打开那个电脑 给他开机 查看监控记录 傅刚记者呢 看着他就发现 刚才他爬墙 那个影像啊 被那摄像头 清晰的全给录下来了 那就删了呗 但是吧 他还不会删啊 不知道怎么删除 所以呢 就决定说一会儿走的时候 那就把这个电脑主机 直接就给他抱走啊 就干净彻底 然后就没事干了 我屋里也没什么钱 那就在屋里面待着呗 等这小两口他们回来 突发之人一举拿下 大约晚上七点 他们啊 就在屋里面一听到 外面有人开门 于是就赶紧藏在那个屋里面 一个小卧室啊 藏到小卧室里面 然后掏出了鞋带的那个匕首 准备出击 门打开之后 这个男的进屋之后 他是在这客厅里面就转了 然后那个女的呢 直接就走向了小卧室 一开门 他一进去啊 瞬间这四个人就扑上去 这个女的被他们一扑 直接就摊在地上了 就不会动了 然后十七岁那个张峰啊 他就负责过去就安住这一女的 轻松就给他制服了 剩下的三个他们就冲进客厅 然后对付那个男的 据说啊 这个男的顺手他抄起了屋里一个小板凳 就开始还击啊 其实他就就这么砸了那个张学菊 你呀 用他老大嘛 这小子用左手一挡 然后铺上去把刀就这么一顶 这三个人很快啊 就几秒钟时间就全拿刀给他顶了 他就不敢动了 那么这个结果啊 应该是正常的 你看三个人拿刀突袭 那小子呢 基本上没什么胜算 顶住之后 这哥们的双手和那个双腿就被捆了起来 用的啊 就是家里面那个电源插牌的那个线 割断之后给他捆了的 接着呢 他们几个就轮流在那个小卧室里面 把那个女的给抢劫了 这一套下来 差不多就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心满意足之后 几个人就开始在那个男的身上召签 很快就从身上搜出了几张银行卡 那么密码的问题呢 咱们前面不已经说了吗 不过官方是没说这个细节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假笔路上说的 但是我看了下官方的资料啊 那个取款的是地方是农业银行 那时候呢你要想在手机上查询就是账户的资金 要么是通过网上银行 要么是通过电话银行 但是这两种功能啊 你都是需要在柜台去开通的 咱也不知道开不开通 不过这个信息啊不重要了 他们完全就是可以缤分两路 就不验断这密码了 是不是啊 有人负责看着这人质 然后有人呢去银行去取款 这密码如果对不上的话 是不是啊 那回来呢 最低最低 也得是给他一顿报答呀 根据这个监控的录像显示 年纪最小的张峰 他是穿着女主人的衣服 是一件女士戴帽子的连体衫 时间是晚上9点半 密码这肯定是对的 先后分了好几次 取走了1万1000块钱 取钱的时候 这小崽子还忍不住咱能够偷笑呢 回去之后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也感觉特别饿 你看一天没吃饭了呢 于是这个傅刚 他就去厨房抄了几个菜 那么这块啊 咱们就得说一说 受害人这两口是做什么的了 他们平时是在当地的夜市 出地摊卖小吃的 所以说呢 他家里面啥都不缺 那冰箱里面是肉啊菜啊 应有尽有 可这傅刚 他的手艺非常差 他炒出来的菜不好吃 然后吧 这帮小子 他们就命令了那个男主人 你不是厨师吗 去给我们炒炒菜 那么问题来了 你炒菜不能用嘴炒吧 你肯定要解开双手啊 由此可见 刚才啊 他们是彻底把这小子给整老实了 就不怕你反抗 这男的进了厨房之后 傅刚呢 他是那个胖子 他拿了一把菜刀 就在那厨房的门口就守着 然后那哥们就端起了大马勺 劈了趴了 在那炒菜 OK 那你先炒着 咱们啊 说点其他的 如果说最开始的那个突袭 你被拿下来的 这是说得过去的 可这个时候呢 你又这么老实 那就没意思了 我们就说一个问题啊 你炒菜的时候 是要往那马勺里面倒油吧 那油烧开了之后 你顺手这么一扬 那傅刚他挡得住吗 那油只要绷着一滴 他就给他烫着不行 是不是 那一下子过去了 给他烫好歹的 而且你是在这厨房里面 随后的话 你给他给他扬完之后 就算你不敢出去说 跟外面那几个小子 跟他们硬拼 你完全可以在厨房里面 把那门一关 顶住之后 你就使劲喊人呢 那外面那几个 一看这架势 他必然的跑 要知道这哥们 他长得是绑大遥远的 他可不是一个小孩 我们之前讲过 母南疆张思维的案子 那里面就有一个小女孩 他看见家人被枪杀了 直接就钻进了卫生间 然后这小女孩 把那个门啪插一关 他就从窗户 往外面喊了几嗓子 救命啊救命啊 张思维他们俩 王成岩他们俩 在外面拿着手枪 一点招没有 赶紧跑来 他就踹了一下那门 踹不开赶紧就走 这边的男主人 为什么不反抗 他死了是吧 这个没法知道 但是呢 咱们推测来讲 是有三种可能的 第一啊 他就误认为 这四个人不会杀人 你看 也强奸了 还拿到了钱 你为什么要杀人呢 我就认命了 不行吗 其实你稍微想一下就明白这个道理 轮奸加上入室抢劫 这可是重罪 是不是啊 他们几个还没有蒙面 那孙德林都讲话了 不蒙面就是不怕你报警 很大的概率啊 有密口 况且如果是不杀你 事后你肯定报警了 那百分之百了 第二种原因 就是没有反抗意识 那高大上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呢 我们不能以暴制暴啊 好的 你是文明人啊 你有素质 那你就别反抗 OK 最后一个可能就是啊 他是考虑到了自己老婆的安全 即使说把门关上了 外面那几脚子冲进来 他们可以杀了那个女的 你还别说 这个想法 我估计啊 他肯定是有过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极为幼稚的单向思维 只是站在自我的角格上去抗体 你怕死 那几个家伙他就不怕死了 他们发现控制不了你的时候 绝不会去杀另外的人 因为这就等于很快会被抓住 然后枪毙 而如果他们不杀人 待着只是就坐牢吗 现在还没有杀人 你直接跑的话 待着最多就是坐牢 杀人之后了 那人民案征服的力度 也是要加大的 对不对 并且啊 他们第一想法 那就是赶紧跑人 他不能被外面的人给堵在屋里面 你已经喊人了 是不是 就连那个唐延平和李刚 这么凶残的狂徒啊 他们在施家庄那次入室杀人吗 就被一个老太太死死就抱住了 几下子下去之后 几刀下去没搞定 他们一秒钟都不敢搬捂 我赶紧就跑了 这俩小子总共杀了26个啊 唯一的一次没成功 就这个老太太 当然了 肯定有那么一小撮人不信啊 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嘛 要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 至少在利润上有百分之百的安全 OKOK 那你就反着来啊 你就学这个案子里的男主人乖乖的听话 是死是活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接着说啊 根据张学军他的供述 男主人呢 把那个傅刚炒过那个破菜呀 又重新炒了一遍 之后呢继续被他们给绑上了 然后这几个小子 就是喝着啤酒啊 吃着菜抽着烟啊 在那块潇洒 酒足饭饱之后 有的人呢是在那块看电视啊 有的人去洗澡 还有的人呢 就去又强奸了一遍那个女主人 大约凌晨三点 他们几个先是用那个电线 把这个男的在另外一个窝 在客厅里面把这个男的挤人才勒死了 随后又用那个塑料袋 套住了那个女人的脑袋 给塑料袋一套 然后把他活活给闷死 这段具体的细节 在那个假笔录上啊 有过大拼幅的煽情描述 不过呢 因为写文章的人做假嘛 我就一律不再采信了啊 谁做假 是谁最先提出这个杀人的想法呢 落网之后啊 他们几个都说不是自己 都说是别人 但结果是啊 那个张学军嘛 他说是王极营提出来的 而其他三个人呢 都说是张学军提出来的 而这小子还是老大啊 平时大家呢 又都听他的 那么答案自然就清楚了 是吧 杀完人之后 他们几个啊 把这尸体抬到了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面藏好 这个山洞是上一次 他们来偷东西的时候啊 就偶然发现有个山洞 所以呢就定在这块了 最后就是扔掉其他的物品 包括屋里面啊 受害人的衣服啊 还有那台电脑的主机给他绷着啊 这些东西呢都被他们就扔到附近的一条河里面 直接扔河里了 然而啊破案的关键点就在那些衣服里面 在杀人的时候呢 那个胖子傅刚 他是把男主人的裤子他穿到了自己的身上 可能是爱惜自己的裤子吗 当时啊他顺手就把自己那个原本的裤子里面兜里的一张银行卡给掏了出来 然后揣进了新裤子里面啊 这张银行卡就是前面咱们说的他老爹的第一宝卡 那个月55块钱呢 但你不要小瞧了 这可是源源不断的聚宝盆呢 所以说这丝啊 他时刻都不忘了随身携带 连换裤子他都给掏了出来 结果吧 后来他就发现那个新裤子上有不少血迹 穿着他出现不安全 就再次把自己的裤子给换了回来 但是呢 这一换他就忘了把那个社保卡也给拿回来 就这样啊 那卡呀一桶扔进了河里面 回头警方接到了报案之后 很快啊 就在那个山洞里面发现了尸体嘛 又在河里面啊 就发现了扔掉的那些垃圾 同时也发现了那张第一宝卡 一查 这持卡人叫傅大兴 他住在100公里开外的新泰市文南镇 还都弄个大碎碎了 那走路都费劲呢 你不可能做案去 是不是啊 并且那受害人家里面所有人都不认识 谁是傅大兴啊 那照片就拿出来 这老头谁认识他呀 都没听说过 然后再一查 他的儿子叫傅刚啊 早都霸占这个第一宝卡 都很久很久了 一直在他手里面 而且这傅刚他有三个朋友 经常在一起玩耍 案发的那个时间点呢 又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四个在哪 就调查他们的亲吻什么的 谁都不知道就那个点他们在那 是吗 这嫌疑就很大了 再把那个银行的监控录像吗 拿出来 这录像咱们都看得着 那人脸都能放呢 跟傅刚他们那四个人一对比 确认取钱的就是张峰 OK那定的就你们了 5月17号警方获知啊 傅刚他在济宁准备要做客车回家 知道他的信息 等到这警察杀到了客运站的时候 才发现啊 张学军 傅刚他们四个人 已经坐上了一辆大巴车 开走一个小时了 那就开追啊 这警车啊 在那个高速公路上追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把大巴车给追上了 车上去给他鼻停之后啊 一堆警察就从那车面上去 开始抓人 张学军那小子 他是坐在最后排 他一看警察上来抓人 见识不妙嘛 他把那个大巴车的窗户一开 层下他就跳起了 结果那下面正好是费县公安局副局长 那个小汽车 噗通一下就砸顶了 局长在车下面一伸手啊 就抓住了他一条鞋 咔一扯 直接掀翻在地 然后大巴车里那撒小子 随后在上面被警察挨个就给揪住了 看见没有 这个视频呢 就是现场拍的 跟那个林小鸡蛋了 在官方的节目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 张学军 王机英和傅刚啊 他们都特别的诚恳 那态度啊 温和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还有深刻的反悔 就好像是犯了错的孩子 在那块啊 做检讨一样 完全没有了凶残的命 那是因为 他们还没有从少年的时代走出来 年轻啊 还以为之前小孩的时候 无论做了什么错事 只要认个错 捡个讨 就能获得成年人的宽容 还抱着侥幸的心理 希望借此换取 一丝一毫的从轻发落 2016年6月22号 张学军 王机英 傅刚 被执行死刑 张峰啊 他因为是未成年人嘛 判了一个无期 留了一条小命 据说啊 他们在官家期间 挨了很多灶 那耗子里面的犯人呢 没少祸祸 据谁说的呢 我经常在网上 就能看到类似的说法 之前呢 还有人在后台给我留言 说是坐牢的朋友说的 就是如何如何揍他们 或者是啊 还有说是关押的那管教 他们的朋友说的 就给这帮小子祸惨了 不好意思啊 我确认不了 我没能力去核实 也不想去核实 只能说呢 他们不会获得什么好的待遇 在里面啊 那肯定是肠子都会轻了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例外 这里的东西贼好看 最后啊 这个案子呢 迪叔啊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残忍至极 咱们啊 也不说什么社会责任 什么家庭教育之类的话 就说一说防范吧 受害人的家里面 第一次进了贼之后 他们啊 并没有把那个漏洞给堵上 使得这几个小子啊 就轻松的再次进入 他们啊 就以为就是这个受害人 他们家呢 就以为说有监控 放那块 我就没问题了 监控在那块一照 你还干嘛 你要是碰到聪明的贼 哎 真就安全了 这招特别好使啊 关键是 这世界上有不少贼 他没脑子啊 那胆还特别大 你就像这个张学军 傅刚之类的 是吧 我们在前面的过程里面 也可以看到 这帮小子 他们这个过程啊 留下了太多的漏洞 你看那屋里面啊 就烟头什么的 你不用说就这指纹 就这一项指纹给你提取了 早晚都能给你逮住 是不是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2013年了 你还以为80年代 80年代那时候 靠指纹破案都读了去了 你不看新闻呢 对不对啊 这漏洞是特别多的 我压根啊 就看不到这几个小王 有任何智商存在 他们简直就是在找死 所以说这亡娘补牢 你看家里面既然都遭遇了一次 就应该尽快把那些不安全的隐患 彻底毒死 是不是 好了 祝大家平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